《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見面 今集邀請到Eric 他是Holly Cow 一個健康娛樂的創辦人 一個品牌的創辦人 我今天邀請他和大家 分享作為一個創業家的特質和奴情 Eric很高興邀請到你 多謝你 我每一個嘉賓都會介紹 我認識你也有一段時間 你是我大學某程度的師弟 你應該是小師弟 我很想今天邀請你來 希望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 由你畢業到 你很年輕 你幾年前畢業 不像我的老闆 你由畢業到 你由創業的過程 為何你會有創業的想法 我想大家談談這件事 其實創業是我從小到大的一個夢想 但是我家裡一向都不是十分富裕 中產那些 去到讀書的時候 我之前在澳洲讀書 澳洲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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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產那些 然後他做了一兩年 在那邊其實都是做一些食品貿易 做市場貿易 有一個很先極的條件 就是要有一個前瞻性 就是要讓別人先看一步 看遠一點 甚至乎要讓別人先走一步 便可以比較容易容易成功 我回到香港 去到我菜葉 其實中間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想過很多事情 後期的時候 去看到做月落雪糕 當時香港只有五六間左右 但我覺得 為何有一兩間 特別多人排隊 然後我自己去試的時候 經歷過就是 真是好吃 又是健康 又是甜品 很重香港人的口味 但為何香港好像未流行 為何香港沒有這件事 為何不是普及的 有兩件事 你之前應該都是彈工 為何會有想起做生意的念頭 其實在我老海深深處 一直都很想去創業 很想有自己一個創立的品牌 其實一直都沒有 但如果那個娛樂時 在香港多不多 不多 其實真的在說六間左右 全香港九龍新界六間 現在多少間 過百間 是多少個月 不要說多少年 是多少月前 我想 一年左右 在一年裏突然之間 即是銀行 很厲害 是市場廣場廣場廣場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由最初我開的時候 我跟身邊的親戚朋友說 我開一些叫做月落雪糕的專門店 十個七個都不知道是甚麼 你最初跟我說 我比較遲致 去到後期 其實今天你講出來 其實很多人都試過 甚至乎那個市場 由最初一些年輕人吃的 整整一下 展示了一些家庭 甚至乎一些年長少少的人 都開始試過 都接受這件事 我想知道 你真正開你第一間店 的店鋪的時候 是甚麼時候 10年6月5日 記得很清楚 10年6月5日 從那時候到現在 剛剛一年 有紀念價值 現在你有開幾間 從最初一間到二間 其實現在有兩間 計劃在7月開第三間 接著大概兩個月後 都會再開第四間 全部都是你自己直接去投資 還是跟不同的夥伴 或者partner去投資 其實一開始我也有另外一個partner 一起去投資 明白 其實這個行業你都高得很快 一年鬆少少 你可以由一間到三間 差不多到四間 其實香港市場真的很快 很快 變了當東西傳出去 出面的客人 接受了一件事 又肯回頭吃的時候 再配合其他不同的市場推廣 一些宣傳 那個客人不斷很快增長 如果是吃健康娛樂的人 通常是哪類型的人 會比較多 主要是年輕人 第二就是一些上班的女士 其實女性是為主的 女性為主 一定是 其他可能陪女朋友來吃的男士 可能他不喜歡吃 越來越多的男士都會吃 但普遍來說 六七成的人都是女性為主 有些人可能會吃一杯月落雪糕 一個月落雪糕當一個午餐 一個月落雪糕當一個午餐 對 那你的杯是貴不貴的 普遍來說 普遍來說 普遍都是 當一個正常價錢 30元左右 都吃得飽 其實女士來說 都足夠 如果聽你所說 你由最初到現在 斷斷一年的時間 多一點 其實你已經做到幾成功 我可以說 也未說是十分成功 但其實我覺得 所謂成功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 自足 我覺得很重要 當你用一個心 去做一件事出來的時候 而出來的成果是怎樣也好 無論是好意外也好 我都覺得是成功 因為我最初 都跟我的拍檔 去說這件事 其實最初我們兩個 沒有經驗去做任何生意 甚至乎連飲食業經驗也沒有 我跟他說 但是我們今天 可能年輕人 肯去走前一步 肯去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跟他說 無論是日後 我們成功與失敗 去做生意 賺越吃得好 我也覺得是成功了 我很同意 因為我很多年前 譬如我90年畢業 在1994年也做了一件事 事業 我也回看 做得不好 但由最初做到做到 到後來就倒閉 也是一個經歷 經歷是學到東西的 一定是 但沒有你那麼好 你可以越高越快 我希望你也越做越好 我想問 在你的創業路途之中 我知道你應該資金最初不是太多 所以你是一間一間去試 其實有沒有一個 我覺得是 一個必須模特兒 或者生意模式 在你後面 或者有些市場條件 你真的做了 才實踐 你這個創業的過程 有 其實因為 剛才所說 我之前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無論是創業也好 飲食業的經驗也沒有 唯一的 我覺得就是 將勤保住 一定要勤力一點 去做多些研究 無論去看看 這個行業在美國 幾年間又是發展得很快 搬來香港 最初 好像不是怎麼動 其實第一間在香港 其實已經有三四年的時間 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在中環 在中環 完全不知道 為何突然之間 這麼久也沒有 沒有聲氣 反而另一間 可能在 水銅鑼灣 突然有這麼多人排隊 為何會很成功 那間 我會逐間去試 才可以初試 試完之後 去想一下 為何好吃 為何不好吃 還有背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令到更加多人認識 可能怎樣做些宣傳 一些推廣 令到更加 其實最基本 開頭的時候 我都覺得 那個銷售 未是最重要 但第一件事 一定要多人認識 這件事 特別是 這麼新興的行業 新興的食品的時候 我知道你第一間店 應該是尖沙咀 新開的時候 沒多久就有很多電視台 雜誌的訪問 差不多二十多間 我想知道 為何可以這麼短時間 做到這麼高的宣傳效果 還是你用了很多資源 很多錢投放在宣傳上 絕對沒有 其實資金那一開始 都很緊絕 都很幸運 一開始 一兩個月 做得都不錯 有些成績 從而剛好 那個時候是暑假 特別是 開始很多間都接著離開 當時很多雜誌 就開始來訪問 甚至乎有電視台 都來訪問 都很奇怪 其實有些訪問 是說背後 為何有兩個 傻奸奸的年輕人 為何無緣無人認識的 可能背後 即是有時不太正面 會的 有時會說 我記得有一個 雜誌訪問 是說我 娛樂新丁撞板機 到最後的結果 出來的 可能不是很正面 但最後會幫到你宣傳 絕對幫到 其實所有這些 一定是很幫助 因為很多人會看到 到今時今日 我早一兩個星期 都會說 我上年 你不是在電視上見過你 或者我在雜誌看過你 你就是那個 傻奸奸奸的年輕人 我經常撞板 那就是你 真的這樣說嗎 類似 因為有些 其實不是十分負面 只不過是 即是他 忍這個桌頭 是的 但背後 都是一些 鼓勵性 都是例子 跟別人說 其實 創業的背後 都不是很順暢 但只要你肯去付出 讓別人走多一步 其實到最後 也可能會去成都 你這個計劃 其實做得都不少 我聽你所說 和我之前和你談過 亦都知道 你真的會去一些地方 去數一下人流 是的 選舖的時候 舖子的舖子 要衡量合不合理 正是否可以這樣做 以及在一個 產品上的差異化 你又會想到很多 兼明的事情 以及最重要 你有前瞻性 又看看外國做甚麼 那些人會搬來香港 以及要搬的話 怎樣搬發 甚至我知道 你還有很多竅門 譬如融合不同的策略 但我不說了 這些是你的雙人秘密 我很想知道 其實在這麼準確的計劃之下 我覺得很多創業者 都未必做到 第一 第二就是就算他做到 你覺得是否一定會成功 以你的看法 其實 都不一定會成功 因為 很多時候 天時地利人和 真的 這三個都很重要 因為 甚至很多時候 我之前想的一些計劃 去到最後實行也好 都未必說真的 反應是十分好 我想 但是 你怎樣都要試 每一項都要做 每一項都要做 你不做一定不會成功 你是否請很多人幫你做 還是自己做 自己 和我的拍檔 你們不用搬房 也有 最初的 也有 其實 真的每一項都要做 每一項都要做 其實 因為 我之前也說 資金很緊絕 我去選一些原材料 我去逐間逐間試 至少可能同一個原材料 我去試五、六間 走勻了 新蒲江、觀塘、 九龍灣全都走勻了 你很有魅力 其實是辛苦 特別是夏天 很熱的時候 但我知道 如果我不去試 我不可以找到更好的材料 不可以找到更便宜的貨 所以一定要這樣做 但你讀的時候 我知道你的背景 你應該有讀過 工具 你也有讀過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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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有些關心 材料 其實工具 工具 工具 其實读學алиë 或者逐步測試出來 其實讀書主要是理論性的東西 其實讀書的時候也很重要 其實當初讀書我覺得可以學到一些邏輯思考 分析程式 分析能力 所有能力都會提高 特別是你去做一些研究 你去分析那些東西 那時候有做 有做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一個基礎 但是去到最後一定是靠實戰 一定是講經驗 很同意 一定是講經驗 因為我最初做 真的撞板多於吃飯 很多時候真的撞板多於吃飯 因為沒有辦法沒有經驗 但你6月5日開開的話 我還記得是2010年6月6日 你真正做製作是甚麼時候 由2010年年初 計劃了半年 差不多半年時間 才正式開張 但開張時沒有用甚麼明星來展開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開張 就這樣開張 就像你所說 傻尷尷尷尷尬 旁邊有熱誠在後面 真的有做過分析才做嗎 絕對有 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我有不少朋友和學生 都會真的 畢業會創業 有些是做動畫 有些是做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其實是一個比較濫的行業 但有些專業的知識 有些會做市場推廣 有些會做市場推廣 有些會做 有些會做 遊戲動畫 也會有 有些會是很成功的 的確是 我見到 每10個 20個都有兩三個很成功 但失敗的例子 也更加多 我跟他們談過 發現很有趣 多數來說 第一件事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為何會做自己的生意 是想做老闆 為何想做老闆 是不覺得打工是好 因為打工要給人指 打工是不會有自己的真正私人空間 覺得做老闆去某個位置 是應該不用做的 這幾件事 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些因素 還有些因素 很有趣的 他會覺得 做老闆 雖然有風險 但風險 其實是可以完全自己控制 還有我覺得 在一個很仔細的計劃之下 應該的風險 是可以肯定 可以考慮 降到最低的 我又想看看 你怎樣看 你作為一個比較 我不可以說你很成功 但你肯定是一個實戰 有一定的證實了 成功的經歷 我想問你 你看一下這些因素 或者這些想法 其實你又覺得是正不正確 其實我覺得 創業的心態 我可能就是 不要覺得 我會做老闆 好像很偉大 甚至乎不用做 心態上 其實這樣也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正面 因為做老闆 其實不會不用做 只會你做的 是愈來愈多 是愈來愈忙 他經常想請很多人 那些事給他們做 自己不用做 其實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這樣想法 就不太好 因為始終由管理 到掃地 我都覺得 你都應該要懂得做 那些事 因為你整整一下 如果 你不知道下面的人做了什麼 甚至乎我真的聘請了人 但你不知道他做的事 是怎樣做的事 是怎樣做的事 時間要多久 你不能夠百分之百 你能夠掌握到整個公司的運作 明白 人家也未必會服從你 也未必會服眾 我都覺得 老闆明已經私人空間多了 喜歡他吃飯 下午又不回公司 同事搞定了 坐兩下就走 你覺得是這樣嗎 不一定可以 現在應該可以 也未可以 不可以 但其實私人空間 可以說一定多了 因為時間是自己控制 你只要交大陸的事 你自己可以控制到 做你想做的事 但其實很多時候 反而反而 你要做的事 都是更加多 應該說是 放了工作 通常公司盡量不理 其實你放了工作 可不可以不理公司的事 沒有可能 即是可能你上班的時間 多了 但放了工作 就少了 以前打工 可能一個星期 五天 六天都不會去想 但今天來說 是一個星期七天 七天 裡面十二個小時 都是在想那樣 我明白 都是在想那樣 但其實我覺得 你創立了生意的時候 我不去介意 因為你會很享受 在裡面 我覺得你很享受的時候 你便會很開心 去做這件事 很開心去做這件事 即是你很享受 很享受 甚至有時真的很辛苦 因為很多時候 我都要自己去店舖 去收店 去到回家 點幾個小時 點幾個小時 第二可能一早有東西 起床 辛苦 但這個過程 我很享受 其實 回到剛才那句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你 享受和態度 去處理那件事 不一定會成功 但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和自己都會舒服很多 感染周圍的人 回回頭 因為你有一個很詳細的策劃 所以你現在成功的機會 提升了很多 你覺得是否一定會幫到 有計劃 一定要 因為初初我未開之前 我自己都寫了很詳細的行業計劃 即是有商業模式 對 一定有 因為我今天去看當初的計劃 其實這個計劃不斷修改 不斷修改 不斷去看 而且當初在計劃 我訂立了很多目標 你真的有目標 有目標 例如我一定要在 其實當初目標 我只有一年開多間 即是你已消失了 已消失了 而且從第二個月開始 要修資平衡 諸如此類 有否消失了 你全部消失了 暫時都很幸運 對 都很幸運 而且我每一個目標定下的背後 我自己當時都寫了一大篇 就是怎樣才能達到這件事 做些甚麼能達到這件事 你真的有一個很完整的 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因為我知道我沒有經驗 真的沒有實戰經驗 我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沒有任何東西讓我跟著去做 因為我一直寫了計劃 所以我可以逐點逐點 你又會想 對 一直跟著計劃去做 甚至乎 你的食物多元化 我當初已經想到 我開的時候是夏天 冬天的時候怎麼辦 已經想到半年後 我已經想到半年後 我早已計劃定 我要在半年後 一定有熱的甜品 熱的食物 熱的飲品 加進去 我跟著計劃去做 所以之後都會做得比較好 我又想做任何人 因為現在的競爭也這麼大 我相信當然餅很大 也是在高 但我想進來的人 是比餅的增長多 在這個競爭這麼大的環境下 當然你有一個優先的條件 就是先進去 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 和市場自我壓 各方面都會幫到 但你現在看你的策略會怎樣 你是用一個創業者的心牌去看 還是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 就是有點像首頁 再去再廣告 你的看法會是怎樣 兩樣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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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會 因為其實現在 我會看其實 怎樣可以在 這麼多競爭者 可以站出來 那個品牌我覺得很重要 我自己的品牌 其實我會覺得 怎樣比其他品牌更突出 是因為有一個很可愛的一隻 一隻牛 很可愛的牛 而這隻牛 是很吸引到很多的小朋友 女性 甚至乎遊客 我在尖沙咀的舖位 很多時候 甚至現在我另外的分店 都是 那些人走過 看到是會拍照榴槤 特別是看到遊客 那隻牛 是自己想出來的嗎 我有一個朋友幫我想出來 設計出來 對 走過也會拍照 這件事很好 可能之後他們也會放上網 其實很多人會看到 品牌我覺得很重要 其次就是 我怎樣說 又會像是創業 又會像是首頁 因為我每開一間店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用創業的心態 因為我也不知道 其實 因為我開一間店 那個形式會有少少不同 和第一間店 你不是每一間店差不多 不是連鎖的看法 不會是 因為我第一間店 未做到很完善 很完美 始終因為 最初很多時候 都沒有經驗去做 去到第二間店 我可以收拾得很好 看一看 很多東西都更加完善 是否用同一個品牌 一定是 同一個品牌 其實大廊都是差不多 但會有少少裡面的不同 有些是做得更好的 而去到第三間店 亦都會更加不同 可能在食物方面 更加多元化 可能做到更加 好像一間咖啡店 一間特色的咖啡店 又很好 或者有些 進入的氣氛 和格調也有些不同 會 其實不斷提升 如何鑑定同一個品牌 即同一個品牌的特色 如何做 首先是品牌的名字 其實格調是一樣 感覺是顏色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還有裏面的包裝 餐牌 一些主題顏色 全部都是一樣 即是中心的格調是沒有變 但圍繞著一些 附加真實的東西 可以說是獨身訂造的環境 是的 也可能是你讀書的時候 會幫到 還是你真是參考 周圍不同的行業所做的事 其實都是參考 參考比較重要 反而不是讀回來的 這些是讀不到的 我以為可以讀完 教你怎樣做一些中心 如果是就好 這些其實 我覺得創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觀察力也很強 你要周圍細心觀察每一個事物 我去看另一些行業 我去看其他飲食業 他們怎樣去做 因為始終我知道 優格這件事是一個潮流 那潮流到底怎樣能夠 一路洗水長流去做下去 其實是很難 我看過去香港 那麼多樣東西 潮流食品有必要 到今時今日到阿拉伯島 其實裏面的東西 都未必有太多 所以我看到魚 但如果有一天 當潮流變成主流 那樣東西就可能 可以去洗水長流去做 這個同意 所以我就去看 怎樣可以令這東西 洗水長流 第二件事就是 在我的產品裏面 怎樣可以更多元化去做 更加去做一些更新鮮的配搭 例如我會將一些 我的娛樂 加到一些盤子裡 做一些Cross Over 即你會做一些 創業生的 但會不會抄襲你的 idea 我想都無可避免 其實這些事情 但始終自己做過剛才 人家都可能知道 其實都會 但創業 會否是創業者 其實不斷地要進步 要 其實那個過程其實都辛苦 你不斷向前行 不斷向前行 就不止打工 去到沒有位置可以停下 又再一段時間 再去再停 創業要不斷向前行 其實是 因為如果你不自己 不斷向前行 你只會被淘汰 可能其他創業 其他品牌 會一直上 你自己不會停滯 在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創業 或企業家 的看法是否應該 抱著心態 就是我不應該去到某個位置 完全停 你可以快點 與慢點 但都應該向前行 心態是否應該不想著 創業是舒服的一個過程 創業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一點都不舒服 但為何你會創業 你真的喜歡 其實滿足感是很大的 其實是開心的 滿足感 這個自由上聽 因為你說你開心 還有一個就是滿足感 因為你真的 你是不是賺到錢 那些滿足感 不是的 其實是 沒有欠 因為你有一個店 有一個品牌 可能有很多人認識 這個品牌 其實裏面的滿足感 因為有時候 我自己收到店鋪 關燈 剩下一兩盞燈 我會坐在店鋪 只在想事 我很喜歡 你一直在看店鋪 對 我只在想事 有時候都很感觸 有一個兒子 自己生了一個兒子 自己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感覺 就等同 好像真的有一個兒子 照著兒子 看著他一天一天長大 那樣 我想作為一個 父親的滿足感 我好像有點相似 你第一家在尖沙咀 第二家在哪裡 在荃灣 為何會選荃灣 因為荃灣在商場裏面 第一 租金相對上會比較便宜 因為租金其實 越來越厲害 而商場的人流 他們不斷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帶到一些人流 其實我也想嘗試不同的地方去開 去開桌更加多的市場 因為在荃灣來說 你可以說是平民一點 但原來在那裏嘗試的時候 又有不同的反應 又有不同的東西出來 有打算大學開一下嗎 有這樣的想法 曾經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有一組 大學有多少學生 對 大學生也有時吃了一個月 然後不吃飯 對 其實我尖沙咀那裏也很接近大學 很接近Poly那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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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知道 譬如你做生意 一個人做當然可以 但你也有拍檔 有 大家做的時候的理念 有時會相同 但有沒有機會有磨擦 我想看你怎樣處理 摩擦 都很幸運 都沒有 但其實會有不同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 對 很正常 但我們要站後一步 走後一步去想 總之我們想的事情 一定是為了一間店 好 也是為了公司好 我們本座的理念 都是有同一個目標去做 去發展的時候 即大方向一定要對 一定要一起 裏面的東西 其實大家可以再分析 即可能他覺得 應該要用這個材料好 我覺得要用這個材料好 其實大家其實可以包容 可以想一下 原來其實不喜歡這個 加這個 便可以 但你分工會怎樣 你做某一部分 他做某一部分 還是大家其實都會重疊 重疊做某些東西 主要可能是我會去負責對外 一些市場推廣 品牌 即是前線的 你一定是 他可能比較會營運 即每一天的營運 對 營運 那個菜單 我們的餐單 如何去做得好 裏面的東西 但當然 很多事情都會有重疊 但我們主要這樣分 一個前一個後 但你拍攏沒有見過 都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大家的理念 年齡都相似 是的 一樣 其實也是 主要問題 我全都問了 我反而想問你 有沒有一些 即是節目完結之前 有沒有一些事情 你也想 例如叮捉 接下來一些創業的年輕人 或者想試一些 一個新想法 的創業家 我想 有沒有一個 鼓勵 或者一些意見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去創業 我知道 幾樣有重要的 第一 一定要堅持 不要那麼放棄 要有恆心 但堅持得來 又不要那麼固執 即是要變通 是的 要變通 要很靈活地堅持你的意見 你的看法 另一個就是 要有一個很積極正面的思想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很正面去做 每一件事發生 都可能有好與不好 其實 如果一件事發生是不好 但其實 將來就是因為發生過的意見不好 而令到你將來的事會好 可能就是 所以一定要每一件事 一定要很正面去看 我覺得很幫助到 就算個人收養 甚至乎 接下來公司的發展 我都覺得 是絕對幫助得到的 其實是 我今天也很感謝你 因為你平日夜睡 又要早起 我和你聊天的途中 你是一個很願意表達 和有一個熱誠的人 近來我見過很多不同 不久的朋友 但你的熱誠 和想法正面的態度 我覺得是 包括我自己 都很值得我去學習 多謝 我亦相信 聽到這個節目 看到這個節目的觀眾 都應該會感受到這件事 我希望你的忠告 和你的意見 亦都幫助到想創業的 年青那班創業家 好 今天多謝你上來 再一次 多謝 我們有機會 希望你再上來 我也希望再分享 各位 今天的節目結束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就是I read